這是我們的官方攝影 幫他結成對一下 直接一起看這裡喔 好來我們看一下空間 好左邊 左邊 左邊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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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的上面有需要的話 等一下也可以揮一下手 來這邊這邊 好我只信是經理的台北電影獎 12項大獎入圍喔 我們恭喜你們 是警隊的長官跟副作嘛 對 有很多很精采的對手戲 哪邊需要眼神 好左邊 左邊 中間 再補一下嗎 中間幫我看一下 好中間 好右邊 右邊哪邊需要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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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右邊 來吧這邊 好還有哪邊需要 右下可以一次喔 右下 右下 右邊搶腳 好 那OK嗎 那我們 哪邊 因為他在這邊 女生一補的 OK 好 那我看一下這個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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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這邊要看啊 這邊 這邊 哪邊需要 揮一下手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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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 很久沒見了 對啊 來 這邊 哪邊需要 揮一下手 好左邊 左邊 左邊後面 要揮個手 這邊呢 是可以的 這斗揮魚可以用喔 傳給他那個長輩圖的聽過什麼 一輕聲音 拜託大家嘛對不對 對 文明哥這次入圍藍配角獎 他要哪邊學長都OK嗎 那我講一下這次入圍這麼多項的心情 以及入圍的感想怎麼樣 當然很開心啦 入圍十二項 然後這也是我第一次跟曾一婷合作 然後也是第一次跟陳維銘合作 好像張綺銘也是第一次 第二次 前面是信環 我所謂第一次是他也是當監製 今天均勵是我們第一次當監製的作品 所以我們非常非常開心 然後這個片子基本上我覺得他 他在類型之外 他有他的一個深意在 一個很深度的一個探討 就是弱勢族群在台灣面到的一些狀況 所以我覺得他也有他的一個社會議題 然後從去年金馬前後到現在 我們其實導演這部片子也去了很多的國際影展 所以我覺得國內外的狀況都是好的 我們即將在國立9月8號上片 希望各位媒體朋友幫我們多多肯定報導宣傳 因為最近其實票房不是很好 所以我們需要有更多的觀眾能夠進到電影院裡面來支持 那我現在最大的希望是 因為其實這種類型片現在票房最高的還是目擊者 還是目擊者 那是我跟崇維浩合作的 我別的不多說 別的不多要求 超越那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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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越唐大哥之前跟崇維浩合作的做 對 那請均勵 還是先導演先好了 導演講一下 可以是入圍最佳導演講 非常開心 非常開心 其實就是 就是開心啦 因為 因為 被看到被肯定 然後同時 除了 最開心的不只是我認為 是 很多很多獎項都 給我們的演員啊 主創這些肯定 所以 就是非常謝謝 非常謝謝 然後也非常希望觀眾很喜歡 然後票房可以 還不錯 謝謝 那請均勵 均勵其實也是 其實之前得過台北電影節的最佳電影教 對 然後這次又是 多年以前 15年前 對 然後這次也是 第一次參與的戲劇作品 然後又回到台北電影節 所以我覺得就是自己 滿感動的 也很興奮 就是 很多的在表演上面 第一次其實都跟台北電影節有關 然後這次真的特別的謝謝唐大哥 因為還有導演 願意讓我 這個什麼都不懂的 演員 然後社組幕後 去參與監製這個工作 那當然 在當中學到非常多 然後很謝謝 就是兩位給的很多空間 那我覺得這次 就除了自己的表演 能夠再度被看到之外 真的就像導演說的 很多的技術獎項 就是都給到了 就讓我們入圍 所以其實 我們很希望 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 可以被看見 然後這件事情 就是非常非常的開心 對 然後希望票房大賣 然後也希望這個 講現在社會議題的一部電影 可以讓更多人看到 跟移工相關的問題 然後讓大家的狀態可以得到改變 謝謝 那文明哥其實演技也很多年 但是不是第一次入圍演技類的獎項 第一次 第一次 那可以分享一下心情 以及你得之入圍當下 你正在做些什麼事 得之入圍當下 其實我在騎車 我根本不知道 我知道晚上回家 我看那個 我公司有一個人 他就傳了一個截圖 就是 他公佈入圍的一個照片截圖 可是平常講那個照片截圖 就跟金馬獎的名單有點重疊 所以我當時以為 唉 舊心我你還傳給我什麼好恭喜 我就沒有理會 但是後來第二天 開始有幾個開始找我 我才知道 真的啊 所以心裡面就是跟幾位一樣 就覺得很高興 而且 這部戲沒有在編的這三位 就不會有我 這三位有一位不同意 我就不是這個角色 然後這個在演藝圈這麼多年了 其實這次有入圍 有沒有得獎真的另外一回事 但入圍這件事 我覺得 唉 蠻沒有遺憾 起碼不是以後這個黑白照片 我兒子到台上幫我領終身成就獎 我是覺得蠻開心的 真的 謝謝 謝謝 大家 希望你可以得獎 沒有沒有 其實我也希望 但是我們都知道這個 對嘛 就陪伴吧 陪伴 那剛剛有說到其實電影是幾月幾號商業 其實你們大家可以稍微宣傳一下 然後各自分享一下電影 真的很值得觀眾進去看的原因 我們電影是9月8號唱片 然後 我覺得這部片子真的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在類型片裡面 它拍得非常的精緻 因為我們從目擊者到氣魂到這個 我們現在查無此心 那我覺得他不同的導演有不同對於這個議題的一個訴求方式 那只是這一次除了類型之外 他把移工的這個東西加進去 那我覺得這個電影能夠在國際上面 那麼多國際影展願意採納這個 能夠接受這部電影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其實東南亞的移工在台灣 如同中南美的移工在北美 如同北非東歐的移民在西歐 其實全世界這個問題都存在 這些弱勢的這些移工們 他們的移民其實在全世界 所要探討的那個狀態 是大同小異的 那這也是我們一開始 我跟曾英廷決定要拍這部電影的原因之一 然後另外剛才維銘說 那個陸維 我要分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 我非常認同一隻眼主席的一句話 陸維跟得獎真的不一樣 既然來了 我們就要得獎 謝謝大家 那你今天 嗯 除了移工一體之外 其實菅利眼的這個 自殺者遺族的這個角色 演得非常扩人新閒 所以我們的電影 除了有非常精采的演員的表現 演出 然後還有非常精采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大家買票來看 而且一看再看 謝謝 演員有沒有什麼要宣傳的 或是自己在拍攝過程中真的辛苦 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覺得這次還要特別謝謝小天 就是軟影片 因為就是第一次當剪止 然後當時我們就有在跟導演 還有跟唐大哥對於就是角色的人選 做了很多討論 然後小天就是我們邀請他 他說沒有問題 這個劇本他很喜歡 他也很喜歡答應就是導演 然後就是他說你一句話一定來 這樣 所以我覺得特別特別謝謝他 因為有他的加入 他讓這整個故事的更加成立 然後他演的這個就是仲介 他也是非常的怎麼講 用心然後很真誠的表演跟非常像 那我覺得他把整個 讓我們力量凝固在一起 是盡了很大的力 對 所以我特別特別謝謝他 然後雖然他今天沒有出席在這裡 但我昨天有看到說 今天是我們的應該算是第一次是首映吧 算嗎 金馬 哦對不對 首映之後的再一次 對那我就覺得說 我好希望他也在旁邊跟我們一起 這樣子 我有成個簡訊跟他說 嗯 他心哥我們同在的 同在同在 電影叫查如此心 對那我您的影片 呃 這樣嗎 9月8號 9月8號 沒有其實電影我真的覺得就是 剛剛彭大哥我們導演 還有君寧都講的很棒 但我真的覺得 君寧在這部戲裡面演的超厲害 真的 尤其是可能 可能各位可能還沒有機會看到正片 或者是怎麼樣 但我們因為我們在現場 我們有很多的這個對戲 其實演員在跟演員對戲的時候 我們是用眼神在 在盯著對方 然後有一種高手過招的感覺 我是認真看到一個好厲害 因為我以前沒跟君寧合作過 那說真的就是 台灣作品很多 我們也沒有機會每一個都看 可是我第一次看到 台灣有一個這麼年輕 這麼漂亮的梅麗士翠璃 他的眼神 他的眼神好棒好細膩 像那個去年金馬獎 他沒有那個的時候 我就覺得不是吧 所以拜託大家今年給他好不好 跟評審呼呼喻 對跟那個台北電影界 評審呼喻 真的你們仔細看一下 他的眼神真的 你不要用手機在看螢幕 你用大螢幕看到他一個眼球 跟一台Bosswagon的金龜車一樣大 就可以看到他眼神的變化 他真的很棒 那我們一起預祝 等一下超新的放音順利 以及9月8號上映的時候 也可以票考好上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